福建舰作为中国首艘电磁弹射航母,自首次海事以来,便引发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与讨论,其实,福建舰的优异性能固然令人瞩目,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其背后的建造能力和产能,这让我想起一句老话,供御膳骑士,必先立其器,中国的船舶工业显然已经具备了这方面的超凡能力,近年来,中国在造船领域的表现可谓是如鱼得水,各类舰艇如07527攻击舰,055型驱逐舰, 052地形驱逐舰,以及水下河检艇,纷纷实现了批量生产,如同下饺子一般,而福建舰的建造更是展示了中国造船技术的巨大潜力,如果中国决定在未来几年大规模生产福建舰,那么从2027年开始,每年下水一艘福建舰将不再是梦想,以史未尽,可以知心替,以人未尽,可以明得失,欢迎订阅老海说史。 福建舰的首次海事已经结束,福建舰优异性能在国内外引起了激烈讨论,其实比福建舰性能本身更值得关注的是福建舰的产能, 075两栖攻击舰,055大驱,052地驱逐舰,水下河检艇都已经实现了下饺子,以今天中国船舶工业造大型航母的能力,我们也可以实现福建舰下饺子,笔者预计,只要我们想做,从2027年开始,中国完全可以实现一年下水一艘福建舰,福建舰2018年11月重新开工, 2022年6月下水,逃出中间停工的一年,福建舰建造周期不超过5年,福建舰采用总断建造法,这是目前最先进的大型船舶建造技术, 它允许船体的不同部分在不同的地点或同时进行建造,随后将这些预制的船体总段运输到船务或干船务中进行组装,室内建造还可以避免恶劣天气对建造进度的影响, 这种技术建造福建舰可以大幅度缩短工期,福建舰5年的建造周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前三年在船厂建造分段,第二阶段后两年,分段在船务组装完成后下水,第一艘大型航母在船务组装的时候,第二艘航母的分段同时在船厂建造,这样循环往复,确保上一艘航母建造完成,离开船务下水,下一艘航母分段无缝衔接进入船务组装,这样航母可以实现下饺子, 年年都有福建舰下水,外媒消息,中国第四艘航母2023年在大连造船厂开工建造,2027年估计下水,那么按照上面的总断建造技术, 2029年,2031年,2033年,2035年这四年,大连造船厂都会有一艘大型航母下水,江南造船厂在2024年建造第五艘航母,估计2028年下水, 2030年,2032年,2034年,2036年,江南造船厂都会有一艘大型航母下水,也就是说,从2027年开始,中国可以每年下水一艘大型航母, 从2023年到2036年这14年时间,我们可以下水十艘大型航母,当然这种假设是想说明, 以今天江南,大连两大造船厂建造航母的恐怖实力,中国是具备从2027年以后,一年下水一艘福建舰的能力, 福建舰不是核动力,设计也不是十分完美,福建舰是不会大规模量产的,中国可以大规模量产的核动力航母, 至少需要等到2027年以后,如果我们真的14年,下水十艘大型航母,造船厂建造能力, 经济实力都没有问题,最大的难题在舰载机人员培训,这样每年至少要有60名成熟的舰载机飞行员, 美国花了半个世纪,才攒下了1000名成熟的舰载机飞行学员,中国要想只用25年的时间, 就搞定难度还是不小的,福建舰仅仅只是一个开始,福建舰没有姊妹舰, 下一艘大概率是核动力航母,而且一次性下水两艘,这样到2030年, 中国海军有三艘电磁弹射大型航母可用,2035年保底六艘, 从2027年开始,我们应该会看见,同一年有大型航母分段在船务组装, 有大型航母正在下水西装,有大型航母在海市, 有大型航母在训练全球部署的壮观场景,同志们人民海军即将起飞, 我们的梦想是恢复正和舰队,我们的梦想是星辰大海, 2027年以后才发现,以前的055大区,052地区逐渐下饺子, 都只是开胃菜,隔隔一杠两年就有大型航母, 076护航航母下饺子才是正餐,我们知道, 美国虽不是航空母舰这一舰种的发明国, 但却是研发和运用经验最丰富的国家, 经过对航母持续多年的实际使用, 美国海军曾得出许多宝贵且值得借鉴的结论, 如航母飞行甲板面积绝飞越大越好, 当甲板面积大过某一域之后, 舰载机的甲板调度效率反而会有所下降, 以及航母吨位也不是越大越好, 10万吨级排水量和相关尺寸的航母, 基本可让各方面性能相对平衡且实现自由战力, 事实也是如此, 作为美军最新一代核动力超级航母, 福特级的整体尺寸并未比身为上一代产品的尼米兹级有什么放大, 而是基本延续了尼米兹级的体量, 标准排水量约为10.1万吨, 满载排水量也只是来到了11.2万吨的程度, 而在中国这里,福建舰的标准排水量为8万余吨, 满载排水量可能达9万余吨, 基本与美国小英级常规动力超级航母差不多, 但未来的下一代国产航母是否会出现体量的显著提升, 乃至跳过10万吨级这一门槛。 直接来到12万吨甚至更高的水平呢, 仔细想想, 这种可能性或许并非为零, 关于美国人得出的10万吨级排水量是航空母舰吨位上限这一结论, 或许我们不应机械性地将其视作一成不变的金科玉律, 10万吨级排水量和相关尺寸的超级航母之所以能在很长时间内成为最优解, 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舰载机的影响, 更准确地说是舰载机的尺寸, 以美国海军为例, 无论是现役最先进舰载战斗机F-35C, 还是与之共同服役的四代半战斗机F-18EF, 亦或是已经退役淘汰的F-14和F-4战斗机, 它们虽在技术上呈现出一代更比一代强, 但在机身尺寸上却没有堪称量级的变化, F-14重型舰载战斗机的长度约为19.1米, 与上一代产品F-4相当, 前者的可变后掠翼在全后掠状态下的翼展约为6.16米, 与后者在折叠翼状态下的翼展差不多, 即这两款存在技术代差的舰载机, 在航母甲板调度和运作过程中所占用的甲板面积相近, 美国海军在F-4战斗机时代得出的甲板运作经验完全可以沿用到F-14的时代, 而体量比F-14还要小一圈的F-35C和F-18EF自然就更能得心应手地沿用相关经验, 如此一来, 无论是10万吨级的排水量, 还是与之匹配的舰体和飞行甲板尺寸, 也同样在几十年间成了超级航母的最佳体量。 然而, 当战斗机技术发展到第六代时, 情况似乎开始有些不一样了, 仅从当下已知的少量信息来看, 美国空军第六代战斗机项目NGAD的整体尺寸, 会显著大于现役五代机F-22和F-35, 最大起飞重量则可能来到40吨级, 甚至是接近45吨级。 堪比冷战时期被当作轻型战术轰炸机使用的F-111不仅如此, 同样处于研发状态下的中国第六代战斗机项目, 也被认为降比现有的五代机更大更重, 而六代机之所以会在体量方面出现明显放大, 原因就在于人们对第六代战斗机的综合性能要求更高, 战机需要搭载更多的电子设备, 武器弹药和机载燃油。 当然, 考虑到上舰需求, 中美两国海军的舰载型六代机或不会与空军的陆基型六代机同样大小, 前者恐在机身尺寸和重量方面受到更多限制, 但即便是这样, 下一代舰载战斗机的尺寸和起飞重量仍大概率会比现有的舰载机显著高出一个量级, 目前看来, 中国歼15舰载战斗机的最大起飞重量突破30吨, 来到了31至32吨的程度, 那么, 下一代双发重型舰载战斗机的最大起飞重量会达到多少吨呢? 也许是35至37吨, 而随着起飞重量的增加, 机身尺寸又会放大到何种程度呢? 进一步来想, 舰载机的机身尺寸增加后, 为了保证相对充足的载机量, 航空母舰的吨位和尺寸是否也需要做一定程度的放大呢? 这个逻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样一来, 美国人的航母吨位上限为10万吨级的结论, 还真是自由解吗? 答案恐还真不一定了, 如此想来, 关于中国是否会在下一代国产航母上跳过10万吨级这一大关, 直接来到12万吨乃至是更大的吨位, 这件事显然就不是什么头脑一热的技术冒进了, 在船台尺寸, 船物尺寸, 港口码头尺寸和水深等条件, 均可满足更大吨位航母所需的前提下, 说不定未来的中国航母将跳脱出美国人划定的框框, 直接坐上全球最大的宝座, 我们不妨对此期待一番,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留言,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记得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见!